上周大跌 本周大涨 我们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那今天是3月2号星期二 澳股周一迎来大涨 ASX200再次见指6900 那守住两块的ASB 领涨昨日大盘 那对于ASB而言 其下意强大阻力是在三块左右 那超跌之后的支付板块迎来回血 APT已来重上上涨通道 但若要追涨可能需要首先确认 APT需要重新回到130之上 而对ZEP而言 其上方阻力是在12的区域 铁矿时价格冲高之后有所回落 目前FMD图形之上 虽然能来是上涨趋势 但近期形态不佳 并未突破关键阻力的AMP股价继续震荡 如要追涨 其需要首先站稳1块6以上 当前市场依旧敏感多疑 选股需要技巧 投资需要策略 香港恒生与上证指数一同上扬 A股大盘守住3500点 重要价格大观之后迎来反弹 上周在信息当中所推荐的 三只股票一同上涨 重仓买入的母亲昨日喜笑颜开 恭喜一同买入的小伙伴 那A50指数反弹至18500区域 其下翼阻力是位于19000上下 美国时代之前跌的有多狠 今天涨的就会有多凶 昨日纳斯达克领涨三大股指 特斯拉与未来一同反弹 Bilibili与拼多多等中概股代表 表现依旧优秀 股市并未如悲观者所言 出现大幅的调整崩弹 平地噪音适时减法 可能对我们投资者更为有利 货币方面美元指数坐落91 90不破则美元短期上涨 趋势不变的观点不变 澳元再次回到0.78左右 之前上涨 之前看涨 0.78之上看涨 0.78之下中性的观点不变 黄金继续批软 白银依旧乏力 持有者不宜加仓的观点 与策略同样保持不变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喜欢跟论口我们的朋友 点赞与转发 我是GoMarket's Island 我们下期节目见 Oak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